第四百零五章 天狐拜山 董山主他昔日突破真龙境 乃是真正的汶天强者 自认为他和魔门魔女有了情感上的基伴 搞到就被圆门正派围攻 最终自封在无影山之中 可以说董山主对于圆门正派没有任何好感 那么他选择不在圆门大会露面 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很有可能 他会在藏龙山开山的时候 忽然从天而降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明白了 那你先来一步 是不是和李家主人放哨呢 懂点点吧 我是怕你杜劫的时候遭遇不测 所以才提前来保护你 反正我还有这么多条尾 随便宜你一条 都可以帮你挡劫了 我笑着看着他 虽然谈不想说相信 只是轻笑了一声 懂一点就忽然很痛心地说 你在巡领发生的事 我都听说过了 唉 那么难得先有了个老婆 又没有买 我真的很欲赤你 胡瑶 胡瑶 多谢你 不过 有些事你都是要老实跟我说 你今次会来藏龙山 应该不是这么单纯地 为了李家主人 更加不会是为了我 这个答案我并不意外 事关于沉底就曾经跟我说过 说藏龙山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妖物的气息 我个心瞬间闪过一个想法 难道是被尘珠 只但是按照那一团成型杀气所说 这些吸引妖物的东西 是跟龙有关之类的 不过 现在正逢藏龙山开山 此番圆门大会一开 无论是人是妖 实听是会赶来臭热闹的 懂小小跟我说完之后 带着黑风来 就走向藏龙山 喂 你敢走过去 一人住被天蕾啪的 懂小小对我眨眨眼说 当日葬龙山的老妖怪 派一只白皮纸来见我家主人 那我今次来到了 自然都要去问候一下他了 这样东西叫做来疑不枉菲礼亚 懂小小信心十足地走到山脚底下 先是轻轻地作了个音 黑风来即是如临大敌地连忙快速结印 然后一阵黑风直卷而起 保护在董小小身边 而我便站在没有多远的地方看着他们 这个时候 懂小小把一个小小席拿出来 打开之后 一团浓郁的私气散发开来冲向天空 凝聚成一把私气长剑 老妖怪 九尾天湖突来拜山 希望你能够有命 顶到我家主人来领脱你狗头的那一刻啦 喂 你不要乱来啊 我失声大喊 但是惊已迟了 那一团私气长剑 一下冲向壮龙山 砰的声音 整个山在地动天摇 哇 九尾天湖这一剑 实在是不信息于一流高手 利用私气出击 固然是颇具威势 但是 私气终究是旁门左道 跟壮龙山主人的剑气相比 根本不能够同日而语 哈 又真是认了董小小那一句 来而不枉就非礼也 那一阵 一度同样威力的剑气 从壮龙山的迷雾之中飞了出来 夹杂着虎啸龙吟的霸气 直接冲向董小小 黑风来黑到大惊失色 连望出手底挡 砰的一下 被迫连后退几步 董小小站在后面 一掌按在她背脊上 合二人之力 敢施挡着那把长剑 但是两个人 嘴角已滲出了红色鲜血 面上边亦都瞬间 布满了黑色的血丝 这一剑落下 打到董小小和黑风来的身受重伤 黑风来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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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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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懂小小拜拜手 依然很硬气地说 老怪 我家主人告诉你 这天她很快会来斩了你的狗头 姑奶奶今天 不过在小情大界给你滋味 你享受一下 到得下次呢 你洗干净个8月15日 等着被人打屁屁啦 等了一会儿 董龙山再没反应了 看来这个高高在上的董龙山主人 根本不想和这个狐妖一般见识 生气得懂小小 骂骂叉叉地 又骂了很多难听的说话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以及留言 第406章 《骂骂大军》 就在董小小 讲月韵风华 讲到非常开心的时候 在山上的迷雾之中 忽然出现数不清 那么多的骂骂军队 气势威严地冲杀过来 带头的一个骂骂人大声叫着说 哎呀呀 你这死狐妖啊 我家主人欢宏大量不去理你 你反而越骂越难听 真是该杀 这帮骂骂大军 看起身虽然脱皮脱骨歪歪歪歪歪 但数量真的不少 这个时候 在圆门大会的会场那边 经意有不少风水师 关注到这边的情况 得纷纷赶过来围观 那些风水师一见到我 哎呀 还以为我要脚身闯入壮龙山 即时不敢再走近 只是离远地观察 懂小小的大大烈烈地 走到我身边 静静地地说 马安呀 奴家都仍是大意了 都真是受了些伤的 但是呢 人家又不可以丢主人的架 不如这样呢 你等一会儿 不停地配合一下人家 好不好呢 好了好了 看在你在黑水龙潭的时候 用自己的尾巴救过我的命 那我就免为其难地陪你演出戏了 说完 我打开天眼向远柱一望过去 透过迷雾 一眼就看到 在对骷髅大军后面站着的人 正是摩门壇主向平生 这个向平生 哼 都算他有口齿了 都真是翻到壮龙山再出来了 不过 见到他在里 我内心暗暗有点啞言 这个时候 他这样一出面去维护壮龙山主人的面子 看来壮龙山主人 在摩门之中的地位真是很高 说不过 还是什么大长老级别的人 也都印证了 在巡领神墓之中 我和北老狗最后的推册 懂小小冷哼一声 好轻灭地说 哼 你这帮难葵僵尸 还轮不到本小姐出手 那我就等世间第一风水师 教你们做僵尸的道理 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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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我搞定他 这帮难葵僵尸的实力 和白龙水军还有些差别 不过是一群烏合之中 我想 他们应该 是在藏龙山封印最薄弱的地方走出来的 向平生听到我说话 走出迷雾 目光很狠毒地盯着我和董小小 哼 好啊你盲安 敢死来藏龙山 今天就连你一起收拾 好抱我当日之手 哼哼 看起上来 就是藏龙山老挂要你看实魔女 你当日被我打到鸡甲脚走 今天又想多收拾吧 这一刻 向平生全身私气高涨 气势非常红厚 看来这一年 他勤学苦练也进步了不少 怪不得这么囂張 向平生眼神一变 拿出黑旗向前一挥 号令白骨大军 和我上将麻鞍尖皮拆骨 那群骚骨应声移动 挥舞着兵器不停地冲上来 我站定定 滋滋油油地拿出龙符和龟符 滑开手指用鲜血吹动 骚鲁兵听令 全部和我进袁武湖冲凉 说完一股庞大的气浪散开 覆盖着那些骚鲁兵 向平生的翘迷双手 稳如泰山地说 哼 扮什么叉笑 你可以控制到阴兵 但这些是骚鲁兵 不同属性的蠢 蠢字都没说完 那些受他控制的骚鲁兵 真是齐齐整整地开始排队 一只二只挺挺躬躬跳入圆武湖之中 是 激到向平生的气急败坏 喂 喂 你们是不是傻了 是孟家手在这里 搞到你们进不了轮回的 你们不报仇不但子 反而还听他号令 全部都给我滚回来 这阵懂了一点 看到柏行手掌大声叫好 哎呀 孟安 原来你不只是天下第一风水师 还是天下第一港师老 还好 向平生背下肉赤 连忙双手在地下一感 快速念动口缺及时止损 总算 将剩下的那半骚鲁兵 就收回到地底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这一手 收放至于操纵骚鲁兵的法术 也是极为高明的 向平生跟着说 盲安 今天算你好夜 我不找你报仇了 趕快跟我走开 我只是想教训你一只狐妖 哈 我这么大个儿子 都真是没见过 有人打输了 还这么囂张的 连个请字都不加 就让我走开了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盲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407章 杀生 我一斗白骨剑 直接吉向一向平生 向平生见到我出招 他的表情 头一次出现了惊恐的神色 他一面避开一面说 盲安 你竟意和圆门正派反了面 现在连我都伤害了的说话 那就连魔门 都不会有你的蠟燭之地 蛤 魔门很厉害啊 难道我 就不可以自己建立一个门派 既不属于圆门 亦都不属于魔门吗 我杀你 就和杀一只狗那么简单 哼 你考虑清楚 我 我是魔门的地位很高的 这阵 打了几招之后 向平生明显不是我的对手 越打他的身型越贫能 我白骨剑贴住他的胸口 然后左手一锤 打到他的腹部上边 打到他后吞两步 我追紧他不让他走 逼着问他 我问你 暗算丐狗幽的人到底是谁 你这件事 你到底知道吗 向平生望了我眼笑着说 愚蠢 什么你觉得 在我们魔门 随便随便找个人 来承担杀害丐狗幽的罪责 你就能够安然无恙地 回到圆门了吗 太天真了 你应该关心自己的生死 跪在魔门之前 求我们给你一条生路走 至于他狗幽的死 你认为现在再去追究 还有意义吗 我的眼脸移动了一下 慢慢地收回白骨剑 向平生露出很有趣的笑容 而就趁他松懈的一瞬间 忽然我把白骨剑再次刮过去 直接刮中了他心脏附近的经浪 死到临头还在牙刷刷 我进魔门也好 不进魔门也好 也不用经理同意 就凭你 都敢死在我面前撬板 说完 白骨剑好像拖牛一拖就拖开了 他同皮铁骨一样的不死之身 向平生露出很大 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面上那些刀啦 随着他的肌肉不停跳动 看起来令人非常嘔心 盲安 虽然你保护了魔门少主 但是你在这里杀我的说话 我魔门的兄弟一定会跟我报仇 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你的了 不过 你现在肯收手的说话 我 我都可以既往不救的 向平生这一刻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说话仍然很强硬 我真是被他激到心头火起 一手六丁六甲震撕大手印 重重地打到他胸口上 接着连拍他体内几处粤道 将他所有的私气完全打散 避免他再次复活 私气一散 向平生再也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 挺痛一声 跌落了袁武湖之中 在月色之下 他苍白的尸体扑下扑下 就像一只浮在水面的死狗一样 很快 向平生的尸体向下沉 散开了一滩血水 在水面上飘浮着一块 橙白色的人面皮 突然间 袁武湖卷起滔天巨浪 一条长形怪物席卷而来 将跳下湖的白骨 和向平生一口吞 周围那些围观的风水 才即时起哄 哇!有龙出没! 大湖之中 有条大龙在啊! 这一阵 懂小小就目光远远 笑到 好像对花一样灿烂 哎呀!哪里来的大蛇? 怎么会在袁武湖里面呢? 黑凤梨很警惕地看着我 很不友善地说 盲安 你刚才诛杀向平生的那一剑 身上有一股邪气直冲天穷 犹如天上的魔星 猜不到 圆门这段时间的传言是真的 你真是走了魔门修炼的捷径 哼!若然是盲座见到这一望 实行就激到吐血都似 懂小小也也想不到 在我身上哪有这么大变化 即时喝停黑凤梨说 凤凰!不准这么多嘴! 我望了眼黑凤梨 忽然一剑刺出去 剑尖停留在黑凤梨的鼻歌尖前边 吓到黑凤梨面色苍白 一退退到董小小旁 我大笑着收回一把剑 抬头望着满天繁星 东西都不跟他们多说一句 另转身就走回家 对 和向平生打的这一架 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东西 只靠说道理是没用的 当话不投机的时候 直接一剑刺过去 通常就万事大刺 我知道 我不应该再犹豫了 在这一刻 我产生了突破真龙境的想法 在圆门大会召开之前 一定要一举突破登天三景 正式约过大龙门 达到真龙境 我现在 宣布要闭关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408章 斩过往 当我向几位施者宣布要闭关破境的时候 几位施者虽然忧心忡忡 不过都仍是很支持我 守着在我旁边 和我保驾护行 我回到入房 开始进入一种很玄妙的状态 在体内的纯阳道力不停游走 但是一连三日过去 始终就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我收回到戏 在床上走下来 推开个窗 向着葬龙山的方向重新入定 要知道 练戏很讲求机缘 一日十二个时辰分为阳士阴士 每个中门楼派 对应的练戏时间各不相同 而我现在身上 就有着 刀和摩两种楼派的影子 要将它们融合起身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能慢慢地 因应天使去尝试 到了晚上 天上高北斗七星非常耀眼 我一下子感知到了精神之力 在这里牵引我体内的戏机 体内的力量流转 与此同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哎呀 是破境的征绍来了 我知道 这个大龙门马上就要为我打开 只要约过他 就能够进入真龙境 我猛然睁大雙眼 师姐 我要破境了 方曼晨一听到 即时站起身 将六个铜钱 丢到在陈旧的龟壳里面起挂 挂象一出 方曼晨就对着中人说 哎呀 天劫来了 大家准备 在这个世间 妖要变成人 人要修成仙 最终都会遭遇天劫的考验 我本来是一个天地不容的人 竟已遭受到地劫和人劫 能够留一条命 已经算是违背天意了 这样 好像我这些人 竟然现在还敢死去破境进入真龙 天道当然不会找他 所以 天劫必然会伴随着我破境成功而降临 这阵 方曼晨就充分展现了 他身为大师姐的魄力 调道众人 布落五缝飞龙局 张佩锦在我四围布落一幅阵 其余几位师姐 都各自用看家的本领 扣足起一个保护我的阵法 而古甲道和董凤莲 就在屋外严加戒备 慎防有人乘机偷襲 懂小小和黑风来呢 虽然就没进到局 但是就站在远处一直观望 这个时候 天黑夜尋万赖俱整 一丝风都没有 我终于进入到最为艰难的一关 二十年的等待 几年来的奔波 成败真是再次一举 首先 要考验我的 是一个冰火走 在我头顶之上 凭空出现了一片寒冰压 压下来 要将我冻住 然后 在我脚底 就生起了一股 渡火和叶火 交替焚烧 这一层冰雨火 是要摧毁我身上 那边旧有的杂质 去重丧我的身体 我靠着自有打磨筋骨那种 艾苦的精神 很快就熬过去了 接着 就轮到斩杀自我 也就是斩三思 三思呢 指的 乃是人三种贪恋的东西 就是 贪 识 食 三大欲望 而在孟家的练习心法当中 亦都提到了 唯有斩断你三思 才能够真正脱胎换骨 仿佛之间 我听到了郭元玉的声 在一片灰灰蒙蒙的空间里面 我看到了很幽怨的郭元玉 但是这些幻象 是阻挡不了我的 我拿起一把长剑 笑着一剑地打斜劈下去 郭元玉即时化为一道影子 而在这个影子中间 又慢慢幻化出羊飞鸿的模样 哎呀 我心一当 几乎要受到情感的干扰 但最终 都仍是一剑无悔地 劈了下去 那团虚影就一下子消散了 接着 就连爷爷 爹 娘 亲朋好友 我都要一一斩杀 到了最后 出现的人 竟然是我自己 在这个灰灰蒙蒙的空间里面 我看着面前的这个人 就觉得好像照着镜一样 他开口说 盲安 一剑斩断过往 也是斩杀了自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你后悔了 那怎么办 虽千万人 不枉异 我不会后悔 手中有剑站在巅峰 才能够真正地抬头做人 你带着自卑和多仇善感 过了二十年这么久 我希望跟着 你能够坚毅地去做人 你杀我 也算和过去作一个告别 听到他这番说话 我竟然呆住了 一时之间 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和过去作告别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儘管我握劲的手有点震 但是我还是一剑斩了下去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您的听书任务已完成 快来领取金币吧 第409章 凝雷劫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很邪意的声音 靓仔 你夺取了陈秋生的实力 又偷了我神母的戏机和机缘 想破境啊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哈哈哈哈 你不如 徹底地放纵自己 变成真正的魔人 等我帮你突破真龙境第三重 摆脱风水规则的触摸 成为一个真正逍遥的大魔头 好 而听到这把声 我即时心跳加速 这把声 就是我在长生神墓 突破真天境时 所听到的那把声 当日 我为了快速地恢复境界 不得以用邪气来提升 当时 就是这把声 闯入到我的内心 引我入魔 好在北老狗的帮助之下 我是化解危机 但是 实在是想不到 好 就因为那次 居然令到我的内心 留下深魔 我大喊一声 乖你差事 和我爛 我盲岸指针照直 成到成魔都不重要 接着一剑斩落 将整个空间劈开 意志力空前地得到了提升 出之 我抹开眼 发现外边的云层压得很低 灰蒙蒙的一片 那些扶子就随风摇摆 在空气之中 都开始聚拢着 一种诡异的死亡气息 我推开个房门 发现远处的山上 云层陡浅 经已开始有几道雷电交绩 沉闷的雷声 也都开始慢慢传过来 天劫马上就要来临了 方满情说 师弟 马上入阵 五凤飞龙局便已布置好了 我走到阵法里面 五位师姐就站在四位 形成了一个五行环妖的阵营 四面八方 又布置着各种木人 还有十九块古铜镜 接着 方满情就大声说 各位 按照我们操练过的阵法 大家帮助师弟道劫 记住 今次的雷劫 很有可能 是世间最为恐怖的狗雷天劫 杀伤力很大的 但是 我们阵法有保护措施 大家只要守住本位 那就行了 这阵 云层翻滚 天空至上的天雷 不停地聚拢 但是迟迟都未曾落下 而是在不停地积聚力量 在过往 我曾经见识过雷法 闭合意 北老狗都用过 能够牵引雷点落下 亦都是黑制妖魔鬼怪最为厉害的一招 只但是今次 是天劫之中 杀伤力最为厉害的一种 是从九霄之上落下的天雷 狗雷天劫 将会是毁天灭地 世间没有任何妖孽 能够逃脱得过这种级别的劫难 我没有去低头 在狂风之中 我身着一杂麻衣 将白骨剑举起身 剑尖的直指仓窮 这一刻 我没有半点任何畏惧 反而是充满斗志 由小到大 这个天劫 犹如漫长的刑期一样 都不知何时结束 直到今天 这个刑期 最终要迎来尾声 就在这一刻 轰然一声 第一道雷劫打落 我笼罩着全身的 道力保护层 在这道天雷的轰击之下 瞬间破碎 而更加恐怖的是 那把削铁如漓的白骨剑 一下子被砍成碎片 散落一地 强大的电能 使我整个人都弹飞出去 一撞撞到